司马仲达的一生是委屈的一生 是一个隐忍的一生 司马仲达最开始是连做官都不想做的 豪操多次的逼迫他出来做官 威胁不出来做官就把他干掉杀了 他没办法他才出来做官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自不在此的一个人物 他的一生中他多数的前谋 仅仅是为了活着 哪怕是后来假装生病 然后夺取了曹爽的兵权 其实有时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家门子孙 不像诸葛亮子 诸葛亮是女生许国 一往无前 慷慨无悔 但是司马仲达不是这样的人 司马仲达是一辈子都瞧不起曹操的人 因为他们是读书人 司马仲达的家族是一个很出名的贵族门华 特别看不惯这种 知道吧 多数的读书人是不会接受这种 曹操这种蛮干的 但是呢 大家也是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呢 只能隐忍或者说只能是以不出来做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司马仲达最初一直是保持着这个读书人的最低底线的 不要老是认为就是后来他的子孙呢 创夺了这个魏国的天朝魏的天下 就认为这个司马仲达是一个比较坏的一个人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要这不能这么想 就这样子 虽然 魏国比 蜀国更强 但是呢 魏国一直呢 没有出现一个擅长进攻的一个人选 曹操是比较能打仗的 然后呢 他到了临终的时候 他到了最晚年的时候 他还是做了一次 就是赤壁之战呢 他还是做了一次最后的努力 就是攻打下了汉宗 但实际上攻打下汉宗呢 实际上是等于成全了 这个刘备 实际上为他人做了嫁衣商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曹操一辈子还是比较主动的 就是进取的这一方嘛 在曹操主政的时代啊 但是到了曹操这个时代啊 又就不一样了 然后呢 曹操死后了 随着这个司马仲达的表现呢 突出嘛 比较突出 然后他就成为了 基本上成为了事实上的啊 朝伟的最能打仗的人 但是呢 他因为他的风格啊 他没有这种报国之心嘛 而且朝伟本身呢 跟知识分子的关系也一直 没能建立好一种很稳固的 就是金城效忠的这种关系啊 因为古代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啊 基本上读的是孔子孟子那一套 那么这一套里面呢 隐含着什么概念呢 就是金城啊 相似以礼知道吧 你得尊重我这个臣下 然后呢 比如说作为君主的 得尊重臣下 然后臣下呢 因此同一 你既然尊重我 我就同等的回报你 但是呢 曹操帝国显然不是这么干的吗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竹林七贤啊 这些寄康之死啊 这些人啊 的死的后面呢 虽然我们可以说有种种的理由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你把这么天下文明的知识分子给杀了 是不是含了天下读书人的心呢 而古代的读书人的成本是很高的 不像今天知道吧 今天你上个985啊 或什么之类的 你的一个家庭就可以供养的很好了 古代的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啊 那是后面啊 至少要有十几个田庄的那种大家庭 才能供养出一个饱读诗书的这个诗识分子 而且这个知识分子 如果天下文明的话 基本上 大家都不敢随便杀 知道吧 因为杀了 等于是文化就灭绝了 这种罪名啊 普通人是不敢背负的嘛 但曹操呢 杀起读书人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多数人 多数的曹操一带的 除非是 印川集团啊 或者是交 或者是出自于曹操家乡的交线的 那一拨人啊 然后呢 才为这个曹操所用啊 但多数的情况下 就中年多数的四人啊 是不愿意配合这个曹操的 也不愿意配合 曹操这个集团呢 因为呢 第一 他对人民是用屠杀态度 第二呢 他对读书人呢 并不是这种 很尊敬的这种态度 然后这几种因素 集合在一起的话呢 就很导致了 就是大家面对于文国啊 或者蜀国啊 基本上战略上是以防守为主的 不会主动的去开疆拓土啊 去把它灭掉 除非是等到了 那个朝伟帝国灭掉了之后嘛 大家换了新的主人之后了啊 才决定啊 开始把就是把这个统一天下重任啊 提上了日程嘛 你要是仔细读三国字啊 虽然三国字这证史啊 陈寿写的这个证史里面啊 虽然写的特别的小心哈 但是你通过这个大量的 就是南朝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专门给三国字做了柱嘛 然后呢 通过那些柱里面 你仔细的去翻去看啊 基本上没有 当时的读书人 没有几个对这个朝伟集团啊 有这个好感的啊